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重阳节啊 重阳节啊就是我们中国农历九月初九 在这一天大家会吃重阳花糕 会品尝菊花酒 还会登高望远 因为秋天天气特别的好 那爷爷我陪您一起过重阳节好不好啊 好啊 我还可以陪您一起唱您喜欢的歌 唱您喜欢的舞 还可以陪您一起看您喜欢的电影 嗯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就举办一个重阳歌会第一首歌 就唱住院歌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 祝你随随随平安天天快乐 让歌声起散往日的忧愁 让酒香温暖人们行过 祝你与他学习书心工作 欢发精神幸福生活 祝你与他学习书心工作 欢发精神幸福生活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 祝你随随随平安天天快乐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 祝你加加幸福人人快乐 祝你加加幸福人人快乐 祝你与他学习幸福 人人快乐 重温时代经典 唱响 回声 谢谢 所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王表夜 特约播映的回声 聊聊 大家好 我是李滋滋 欢迎所有光临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为您呈现的是 重阳节特别节目 提到重阳节 您会想到什么呢 在节目的一开场 我们邀请了陈多老师 为我们介绍了许多 关于重阳节的习俗 我想在这一天 对于我们家里的老人来说 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 儿孙绕夕的陪伴 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着重阳节特别节目 陪在家里的老人身边 陪他们听听老歌 聊聊老故事 一起过一个温暖的重阳节 祝美不过西阳空 尽体有从封 夕阳是望海的花 夕阳是晨年的酒 夕阳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微凉的心 多少情爱 花的一天夕阳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蜜蜜 呀心的呀心的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心的我又想起你 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帮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给我一个泛红的回忆 哦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 你一眼你一日都叫我回忆 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 我又遇见你 总是不能忘记你 人说山西好风光 人说山西好风光 你 regulations 尤手一直是礼 sab 站在那岛处 往上遗忘 你看那海法的落魄 听起那摇板儿也想 藏尸起吧 赏尸起吧 真情像草原光阴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太雨出夕后 万丈阳光照有你一舞 真情像梅花开阔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最冷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 北风悄悄 点点一片苍茫 一片寒梅熬的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为自己长留心情 不幸 妈妈 做的饭菜 最颗口香剑 妈妈 妈妈 风的衣裳 最舒适温暖 妈妈 唱的歌呀 我天天都在唱 哎 妈妈说的话 我牢记在心中 呀啦的搜 妈妈 妈妈 谁给了我的生命 是你给我幸福的家园 你是我最爱的人啊 阿滴的爱情从路上啊 是你给了我的生命 阿滴的我幸福的家园 你是我最爱的人啊 阿滴的爱情从路上 阿拉里苏妈妈 妈妈 妈妈 所有的宿 阿滴老师您好 哎呀 刚才送上了一首妈妈 我觉得在我们这期 重阳特别节目很合适 因为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写的 世间最伟大的是母亲 特别借这个机会 重阳节的机会 感谢天下的母亲 给了我们生命 同时也感谢天下的父亲母亲 爷爷奶奶们 因为有了你们 我们才有了家园 才有了温暖 才有了现在幸福的生活 祝你们重阳节快乐 谢谢 谢谢大伟老师的祝福 其实大伟老师也快70岁了 我马上就要到69周岁了 真的 重阳节应该也算是您的节日 所以要祝您重阳节快乐 谢谢 也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希望您能够喜欢 谢谢 这份礼物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请出送礼物的人 掌声有请 卯哥的乐歌 有时九月九重阳也满举手 不消的热火正灵在外头 有时九月九重阳也满举手 有时九月九重阳也满举手 十五重阳也满举手 有时九重阳也满举手 有时九重阳也满举手 走到九重阳也满举手 走到九月九重阳也满举手 走到九月九重阳也满举手 我们常说九重阳要登高品酒 今天过节了喝两口 平时无不喝酒 大伟老师尝一尝 怎么样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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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份礼物大伟老师还喜欢吗 好 喜欢 也算是一份惊喜 喝了酒之后 这个唱歌可能就更有感觉了 你今天是重阳节特别节目 就是希望邀请观众朋友 能够陪家里的老人唱一唱老歌 能不能带着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咱们就来一个全场大合唱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老人们 心中永远是春天一般的 永远是桃花盛开 好不好 那就唱一首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来 有请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有我可爱的故乡 找树倒影在明镜的水面 桃林荒包着修林的村庄 啊 不想终生难忘的地方 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 我愿住手在腾血的边 将 真好热情的掌声送给大卫老师 太棒了 我们全场大合唱的感觉 真是非常热闹喜庆 某歌的组合能不能也带着我们大伙 唱唱你们平常唱的歌 当然能了 唱的是什么 君民大声采 来有请 谢谢 谢谢 非常有士气的一首歌 谢谢 今天我们特别谢谢毛哥的组合 我们要把天王表送给毛哥的组合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让你们唱歌像天王一样厉害 谢谢大伟老师 这大伟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组合节特别节目 我觉得您只唱一首歌有点不过瘾 大家伙都那么喜欢您 要不然再唱一首好不好 再唱一首也行 漂亮的姑娘 十呀十八九 小伙子还是刚呀刚出头 不经碎的好年华呀 再唱一首歌 要问我们 城大哥 希望还能为我 谁叫oren子 都买阶s else 怎么还对劲issimo 来 美 想生活呀 全身革命 2003年 我上大学 第一次陪爸妈看电影 他们选了自己爱看的 他们看得很感动 我看得很无聊 2010年 开始工作 第二次陪爸妈看电影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3D电影 他们很好奇 像个小孩一样 2012年 爸爸生日 第三次陪爸妈看电影 他们笑得何不拢嘴 还是有机会 他们也想去泰国 2014年 第四次陪爸妈看电影 妈妈说 选个我爱看的 我妈没看懂 我爸睡着了 爸 别睡了 太惨了 电影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其实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有我们陪着 就有最好看的电影 看了这个短片 你是不是也在问自己 究竟有多久 没有陪爸妈看电影了 小的时候 爸妈会 义无反顾地 陪我们做 所有喜爱的事情 而现在 你又陪爸妈 做了哪些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 在陪伴父母 走进他们的影像当中 一起通过旋律 走进他们最爱的 经典面 谢谢 一阵阵歌声 一阵光光 谁不穿 两天后 哪儿一样 幸福的想法 一阵光光 年年万年长飞 夜半三更有 盼天明 盼冬花也有 盼春风 若要盼得有 空间来 林山海别有 盼山谷 若要盼得有 空间来 林山海别有 盼山谷 林山海别有 若要盼得有 河河过浪缓 风吹道花香凉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过了手工的河河 听过了船上的败爱花 好山好水好地方 跳跳大路都宽敞 朋友来讲有好酒 若是那柴王满流 迎接他的有别强 好山好山 我家就在岸上 我家就在岸上 您唱得那么好 怎么大家一鼓掌 您还捂着嘴不好意思了 我不好意思 为什么 人家都专业的 我这是业余的 您问问大伙唱的怎么样 刚看丽云了 是吗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 经典老电影 但我特别好奇 丽云老师为什么会选择 电影《上干岭》当中的主题曲 《我的祖国》 这是您最喜欢的一首歌吧 这是 因为我出生在50年代 我是50后 我从小就是学的这歌 全都是正能量的 热爱祖国 学习雷锋 所以我会的歌都是老歌 我觉得经典的歌曲 确实还是有魅力的 对 我特别喜欢 其实经典的歌曲 有这样的魅力 经典的影视作品 同样有这样的魅力 是 丽云老师塑造了很多 经典的角色形象 我们来看一看吧 荧幕上的丽云老师 塑造了哪些形象 来看一看 咱是给爹妈去拜年 又不是叫桑 这咋的了 没事 撞灯框上了 不是钉图打的吧 这是两个块钱 你先收下 不够我们再去拿 法官 我求求您了 我求这么一个儿子 您帮不我吧 我求求您了 现在外边风言风语的 说你和白杨谈恋爱 有这事吗 是白杨老缠着我 你这小姑娘口气蛮大的呀 这么跟你说吧 不管以前你和白杨是什么关系 从现在开始呢 你不要幻想了能和他结婚 我不会同你 我发现您的表演吧 还不是那种特别严厉恶毒的 是笑里藏刀的 温柔的 但以柔克刚的 对 后来逐渐逐渐演演演演就好 就厉害 就爆发了 就爆发了 都冲着自己儿媳妇去了 但是其实话说后来 看第一个片段的时候 过年我还挺有感触的 因为我听说 丽云老师在过年的片段当中 是和赵丽荣老师有了很多的接触 交集 也向他学到了好多东西 是的 我就老给他提问题 我说他 你为什么哭的时候这样的哭 他说他这样哭吧 显得这个角色 这个人特别翘 后来我就感觉 他确实他说的是对的 就感觉这个人吧 他在受委屈的时候 他就这样一哭 就觉得他像小孩一样的 他就是回归了那种 我呢 后来我也把这个动作 也多次用在我的表演上 您表演当中还能用到哭吗 一般您都是把儿媳妇说哭 您自己也会哭一下 也有委屈的时候 所以你看通过这样一个小细节 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 丽荣老师对于表演是 善于观察的 而另一方面 赵丽荣老师 离开我们那么多年了 但他对于表演的那种 滋滋以求 包括他对于表演的一些细节 被延续下来 被学习到了 所以就好像他的生命 一直在延续一样 对对对 巴加玛说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永远说这句话 他怎么活在你心里 其实这样就是 活在我心里了 是 今天是老年朋友的节日 所以我想问问 丽荣老师 如果再请您唱一首歌 送给天下所有的老年朋友 您会送一首什么歌 我还得唱老歌 因为心动我不会 我唱《红梅在》 也代表我的一种心 放在舞台上 好不好 好 我们有请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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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们 也许最近您听到了一种说法 叫做陪伴 是最长情的告白 不管您选择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陪伴 只是要记住 请赶快停下繁忙的脚步 赶快回到父母身边 哪怕是半个小时 哪怕是一个小时 都请不要让他们的等待 太久 太久 门前老鼠掌心扬 月儿的父母又开花 半生存了好多花 藏进了满头白发 记忆中的小脚牙 有多久的小脚牙 一生的小脚牙 留给他 只为那一生帮忙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 看你眼睛的小脚牙 看你眼睛就刮啦 爱你油颜 半辈子 闻眼睛就只剩下 满脸的重温 看你眼睛的小脚牙 看你眼睛的小脚牙 哎呀 刚才这首歌曲叫 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想在歌曲当中 我们有太多的回味 我们也有太多的沉淀 当然我们也在思考着 自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如果有时间 就陪陪爸妈 像孙涛这样 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演员孙涛 和他的爸爸妈妈 欢迎三位 你们好 弄的介绍一下 我爸爸 孙常文 大家好 好 欢迎叔叔 我的妈妈 蒋岳 大家好 欢迎阿姨 我爸爸今年83岁 好年轻 我妈妈今年75岁 所以一个70后 一个80后 我得问问叔叔阿姨 小时候的孙涛是什么样的呀 叔叔 小孩的时候啊 长得就好玩 鼓鼻子鼓眼的 从三四四岁 他就学这个山东快书 有一次啊 演出这个老王剃头 他的 他一上台 观众哇 下去了一鼓掌 这一鼓掌 他害怕呀 他害怕 就愣了 愣了 我扣了一栋红高亮 看看那个 我扣了一栋红高亮 我扣了一栋红高亮 没完没了的扣了 能换个点扣吗 你记得这事吗 孙涛 记得记得记得 第一次 第一次登台 第一次登台 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掌声更热烈一样 底下哇一鼓掌 我小孩四岁 都不到五岁 一会吓着了 吓着我就紧张了 紧张完了 就眼了眼就说不下去 说不下去就哭了 哭了 就下去了 我说你这孩子 不是吃这碗饭 您当时就断言了 我就断言了 我说你干不了这碗 没想到 这样一个第一次登台 说一话就哭着下去的小伙子 最终成为了春晚舞台上 多次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的知名演员 我父亲原来也是个演员 原来是工程兵文工团的一名演员 我从小应该是继承了我父亲的一些个基因 今天您这样您和孙英涛能不能合作一下 给我们唱一段京剧您最擅长的一段好不好 来咱唱哪段啊两位 唱哪段吧 志祺为古山 川丽海啊 川丽海那段 川丽海那段 有个高腔 太难了吧 你来那个高腔啊 我来高腔 您前面来的 我来那个最后那穿高腔 那我来高腔 你是爸爸 你不来谁来啊 当爸爸的就得唱高腔 好 行 来 好 川丽海 华雪旅行 阿姨我问问 刚才这段啊 是叔叔唱的好 还是孙涛唱的好啊 老伴 老伴唱的好 那给老伴 刚才的演唱打多少分 一百分满分 他这一百分吧 一百分 那儿子呢 儿子 儿子一百零八分吧 那到底谁好啊 到底谁好啊 您觉得 当然儿子好 我还是象征儿子 还是儿子唱的好 我每年上春节的时候 其实我一个很大的动力 我爸我妈妈 很支持我上春节 只要我演的时候 我爸我妈是最高兴的 而且我爸我妈 第二天一定起得特别早 要很早出去溜弯 为什么 要接受街坊邻居的欢呼和鼓励 说哎呀老孙 昨天晚上又看见你儿子了 我爸这个高兴 我妈这个高兴 俩人就不停的在院里边溜弯 不停的希望有人在外边接受 所有人 我爸只要一溜弯回来以后 怎么样 我跟你说 今天谁谁见着我了 又是怎么怎么说 咱们家孙涛 我妈说 哎呀今天张阿姨说就太好了 赶快吃饭 好出去溜弯 你基本上那一天都在把他溜弯 没错没错 确实没错 我特别的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这份支持 我呢就想说 爸妈妈年龄一天一天大了 我呢 希望呢 你们的晚年 儿子用我的劳动 让爸爸妈妈能够生活的好 谢谢你 能够让你们能够健康 所以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 最浪漫的事情 是陪你慢慢变老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孙涛 就在我们回声聊亮的舞台上 把这首最浪漫的事 送给两位老人 也送给天下的所有父母 好不好 好 我也把这首歌曲呢 献给电视机前所有的爸爸妈妈们 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快乐的晚年 被靠车被锁在地毯上 天平音乐两秒愿望 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乡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 只要我教你就记住不完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知道我们老的一辈子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 手心里的毛 父亲曾经 心用草原的气象 让它在天涯 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不幸宗爱 描摹那大河好当 奔留在蒙古高原 我遥远的家乡 嘿嘿嘿 父亲的草原 嘿嘿嘿 母亲你好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歌中有我 母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母亲的河 来吧 走出小屋 对着阳光碎哈喽 听着快乐歌声 幸福对人听听头 看不看到海梦飞过了大洋中 我的幸福快乐 穿到天顶头 哦哦哦哦哦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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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感到幸福你就喷喷手 假如感到幸福你就喷喷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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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在台下拍手拍的最热烈的两位观众 我给你带到身边来了 你知道他们是谁对不对 知道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这两位是我最忠实的观众 一位是我的爸爸 是一名军人 他叫刘岳静 还有一位是我的妈妈 他叫田丽 是一名幼儿老师 欢迎叔叔阿姨 我听说其实刘赛这一路走来 接触艺术是叔叔的主意 是不是 叔叔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认为只有音乐 才能够驱散他心中的 身体不健康的阴脉 和找到快乐 我认为只有音乐 才能激发他热爱生活 走向阳光 谢谢 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 刘赛虽然眼前的世界 没有那么明亮 但是他却把心底 最明亮的世界 用歌声的方式 唱给了所有 他最爱的观众朋友 刚才刘赛在台下跟我说 今天还带来一小物件 这物件是陪伴你很长时间 对你意义非凡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先把这个小物件拿上来吧 三样东西 其中的一样应该是 其中这个放大镜 像我这种患有眼疾的很多朋友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生下来就先天的全忙 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的事物 还有一种就是小的时候 是能够看见这个世界 但是不知道有一天突然命运就没有选择的 把它推向到一个黑暗中 恰好我就是这第二种 四岁的时候随着视力一天一天 比一天差看不见的时候 我是根本就无法接受的 也是爸爸妈妈不断地陪着我看书 告诉我很多道理 所以要特别感谢这个放大镜 陪伴着我度过我小学的六年的时光 是它让我接受了我自己的一切 接受了我所有的不完美 一路走到今天 所以这个放大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然后我今天还带了 带来了一份礼物 要送给爸爸妈妈 是这老花镜 虽然看不见爸爸妈妈头上的白发 但是我能摸到他们脸上的皱纹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眼睛已经开始有些老花眼了 所以我把这个老花镜送给爸爸妈妈 因为小的时候是他们送了我放大镜 让我来看之认知这个世界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 我也会用我的这一生 好好地去照顾我的爸爸妈妈 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说得多好啊 我觉得这就是爱的回馈吧 叔叔阿姨喜欢这份礼物吗 喜欢 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 现在叔叔阿姨笑得可灿烂了 刘塞 其实刘塞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姑娘 我听说你还把叔叔阿姨 接下来的日程都已经安排好了 对 因为妈妈的耳朵一直都特别的不好 但是妈妈一直不愿意去治疗 所以这次回社长这样 这次终于来了 对 把她来请到了北京 所以我已经挂好号了 我们录完节目之后 明天一大早 我就会带着妈妈去到医院 给她好好地把这个耳朵的问题 检查一下解决好 真好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既然叔叔阿姨来了 是不是也能够全家总动员 给我们献上一首好听的歌 没问题 因为妈妈在我们家庭中 一直也是特别的无私 这么多年也是一直 在我和爸爸身后 一直默默地在支持和付出着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家人 为大家送上一首 也是歌颂妈妈的歌曲 一首妻子送给大家 谢谢 来 有请 我们结婚已经三十年了 这些年来 他照顾我孩子和老人 照顾整个家 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却从来没有对他说一声 今天在这儿 我要为他系上一个军礼 对他说上一声 谢谢 带全国所有伟大的军人的狮子 收一声 谢谢 你们辛苦了 这些年底不容易 我怎能告诉你 有多少叹息 也有多少听力 我怎么能留下来 有多少憔悴 也有多少美丽 真正的语言 你不想让我去 我说假装 最漂亮的消息 世上有那样多的人 赞美着你 我叫 我是军人的心 我叫 我是军人的心 女生聊亮啊 是一方重温经典的舞台 这么多年在我们舞台上 畅想过很多的经典作品 而这些经典作品 因为有了年轻人和小朋友的演绎 而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接下来呢 邀请朋友们欣赏的表演 相信会让您眼前一亮 感谢 胖虎湾 胖虎湾 白泊的胖虎湾 有我许多的童鸟幻想 阳光 沙滩 海浪 千人帐 还有一位老船长 小海浪 有我许多的童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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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爱 我希望 现在 我希望 小林是一位很漂亮的姑娘 刚才唱得也好听 你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省 长治是湘元县的 一名普通的织布女工 我叫崔晓菱 重阳节今天特别节目 有什么样的祝福 送给天下的父母们 因为从小就唱得 小碑露长大的 因为这首歌曲呢 正好是唱给妈妈的歌 愿我们天下的父母亲 都能够健康长寿 我们也谢谢 谢谢小林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好听的歌曲 好听的歌曲 一会儿看看脸 一会儿摸摸手 一会儿又把祝福的话 装进耳朵的脑 如今要到了 离开家的时候 还离间而行 千里牡丹药 千里的路 我还不没走 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 妈妈眼里流 妈妈眼里流 欢迎何刚 你好 哎呀 刚才这首儿姓千里 估计唱到了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心坎里 今天是我们重阳节特别节目 何刚首先送一份祝福给天下的父母们 好不好 这么多年来也是 我的爸爸妈妈 一直 作为我的精神力量 支撑我走到今天 我想每一位儿女都应该是这样 天下的母爱和父爱是一样的 这份大爱 我们这些儿女们一定会记在心里 在这里代表天下所有的儿女 祝愿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古时的祝福 但却饱含了深情 我知道其实何刚平时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之余 还有一件事情是会陪爸妈做的 会陪他们去种地 是吗 来了一年多吧 两年多 原先我爸妈虽然在农村种地 身体很健康 突然间就是血压高 我妈妈还不吃肉 只吃素还血脂高 后来我就找了一个专家 我问他 我说这为什么 他就说 你爸妈种了一辈子地了 就种了一辈子 他就现在你打羽毛球也好 走路也好 他说这种运动 可能对他已经形成习惯性的 肌肉活动规律 不起作用 强度不够大 强度不够大 他说如果 要他能回到农村继续种地 可能身体会更好 那我就在教区 租了那么个地方 这个 每周 只要 只要我在北京 我会跟他们一起去种地 哎呀真好 这就叫投其所好 就是爸妈喜欢什么 就陪他去做什么 是的 所以我 我特别能够想象 就是何刚在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 亲情的歌曲 也是因为 生活当中有浓浓的亲情 有温暖的亲情 在包裹着你 让你的心灵有了滋养 所以你在舞台上 再唱这些歌曲的话 就更投入更深情 我知道其实除了 刚才演唱的 儿行千里之外 还有一首歌曲 特别动人 叫 拉着妈妈的手 嗯 拉住妈妈的手 对 我想把这首歌呢 送给天下的父母 也送给天下 所有的年轻的儿女 爸爸妈妈 给了我们生命 我们就应该 回报感恩他们一生 何况他们 给我们培养成人 所以说我想在这个时刻 跟所有的年轻人说一句 多回家陪陪老人 别让老人等待 是 而且我也特别想说 如果此时此刻 您就陪在爸妈身边 就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 来听这首歌曲 陪他们过一个温情的重阳 张大了以后 爱拉着妈妈的手 想起儿时的不孝顺 我心里好难受 妈妈的腰也完了 妈妈她白了头 受苦受累的妈妈哟 我要背着你走 拉住妈妈的手 泪水往下流 这双手虽然粗糙 可是它最温柔 拉住妈妈的手 生物在心头 千万别松开这份 最美的手 千万别松开这份 最美的手 照顾 必须地松开这份 手 很永浇 自arm 他陪着我一直不睡觉 青年是花钱 老了就没这个 就是个伴 老来伴很重要 是他对你学习呀 心跳的笑应点 哪怕你一曲呀千万里呀 哪怕你十年晚来呀不会还 只要也不怕我一年忘掉 张开的手飞红花呀会家转 只要也不怕我一年忘掉 张开的手飞红花呀会家转 唱得真好 谢方张牧老师能不能也问候一下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亲爱的哥哥 弟弟姐姐妹妹 孙女 孙子 外孙 外孙女 小宝贝们大家好 我们常说光阴如水 在这如水的光阴当中 两位老师 我们作为年轻人特别想请教一下 你们保持爱情甜蜜的秘诀 究竟是什么呀 你说 我是忍让 忍让 两个人他有 总有一些差异吧 总有一些矛盾嘛 所以就互相忍让 就能够持久 和平共处 喝着酒天堂 我挺觉得 就是伴 过去 有句老话叫 少年夫妻 老来伴 伴呢 就是互相帮助 互相搀扶 互相都有一个拐棍 我们俩在一块 他一起来 第一个手势就这样 把手给我 就是要这样牵着 怕我摔着 你牵着我 真好 我们常觉得 这执子之手 只在书中有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 究竟 这老伴之间 有什么样的相处秘诀 其实 今天不仅我好奇 一对年轻的夫妻 对两位老师 景仰已久 也想当面向两位老师 讨教讨教 谁啊 谁啊 他们先唱着歌 先把歌曲 送给两位老师 也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冯小泉 曾格格 太好了 你还在等什么 想唱就来吧 等上爱的节奏 像快乐出发 幸福都会开花 此还是一家 今天新首晚首 鸽儿飘天涯 曼 Testament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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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aj 大 母知 小泉 母知 母知 兄弟 庄 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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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泉哥哥刚才这首歌唱得特别好 美极了 你们的歌声美 我们身后巡运馆的 各位阿姨跳得也美 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各位阿姨们 是我们栏目送上的天王表 送给我们巡运馆的每一位演员 也希望你们继续的美下去 跳得很棒 怎么样小泉哥哥 我刚才介绍的没错吧 两位是仰慕了谢芳张牧老师很久了 那是不只是我们 我们的父母都是仰慕咱们谢芳老师和张老师很久 所以我问问谢芳张牧两位老师 觉得刚才他们的歌唱得好不好 太好了 第一节奏好 第二唱的声音好 第三个这个情绪特别的好 美极了真美 其实更美的还有我们谢芳张牧老师的爱情故事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 带着大伙一块来看一看 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婚礼的两位新人 自己配乐 自己上场 太棒了 假如有来生 你们还会选择彼此吗 谢芳老师 你说 那得问她呀 假如有来生的话 我愿意和谢芳 相伴永远 谢谢 谢芳老师 您的答案是 这是不可能的 珍惜每一天 人只能活一次 谢谢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你多活几年 越多活几年 越好 保重身体 我们相伴 看了这个片段之后 很多人都是 含着泪 又笑着看完的 我看谢芳老师 也有很多的感慨 谢芳老师 如果今天 我同样问同样的问题 假如有来生 您还会选择张牧老师吗 那当然 没错 张牧老师呢 我也是一样 我也是一样 你为什么这个表情 谢芳老师 我不信 为什么不信 比我好的女人多着呢 她呀 在我的眼里 是最好的 谢谢 谢谢 如果 还是同样的问题 请两位老师 用一句话送给对方 这回会说什么 咱们下辈子再见 别呀 别呀 这辈子还要珍惜每一天呢 浪漫 除了现实 人还要浪漫 好 张牧老师呢 人老了 但是 心不老 永远年轻 高唱 青春之歌 好 今天整期节目 我们都在说 陪伴 究竟什么是陪伴 当有一天 我们真的老了 眼睛都不再那么明亮了 头发不再那么有黑了 双手 不再那么平滑了 却依然有人 又不那么有力的双手 继续搀扶着我们 一路 向前走 一步一步 我觉得 这就是陪伴 这就是 相随一生的爱 这也是对于爱 对于陪伴 最好的定义 真的 你是我见到的 最好的主持人 因为你没有高高在上 你肝胆老百姓 我看见你的泪水了 好样的 我觉得 今天很多观众 都流下了泪水 但我觉得这泪水 特别幸福 是因为 我们签证了这样一堆老人 他们的幸福 所以我想 其实谢方老师 下次再来回声聊聊 我不会再问您 这样的问题了 倘若有来生 我想 这个答案 已经写在了 您和张牧老师 相处的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当中 爱 其实就一个字 但却胜却了千言万语 我们就把掌声 化作祝福 送给两位老师 谢谢 永远这样 谢谢 永远这样 幸福 永远这样 甜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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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水已昏沉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路破旁去暖 回忆青春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 宽敞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加一朵珍惜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我留不住所有的岁月 岁月全就多 我曾为我定留的芬芳 却是我的春天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 宽敞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加一朵珍惜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 眼眉低垂 灯火 昏黄 不定 你 当我老了 我要为你 唱起这首 心里的歌 唱起这首 心里的歌 天下有多大 随它轻狂逛 大路有多远 幸福有多长 听惯了人 爱上这水草丰美的木卧 花开 一抹风 静静的路放 河流有多远 幸福有多长 习惯了有母人自由的生活 爱人在身边睡出是天眼堂 他人最美的花 我梦的洒日浪 我一样热泪我一样奔放 是心灵灵啊 心上有了他 有种幸福交的酒店长 有种幸福交的酒店长 邵云 张绝好像一雕连挺美的 刘备和张辉过去了 说两句就这样 花香红 淡淡了刀光解忆 其实到这里我们的重阳歌会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也接近尾声了 但是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的守候 希望重阳歌会带给您的是暖暖的感受 也希望陪伴不止在重阳这一天 也在您生命中的每一天 回声嘹亮成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 感谢天王表夜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方老师张牧老师 谢谢小全哥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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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啊声唱 听回声多良美 愿青春永远不老 永远不得一跳 听回声求求回答 幸福永远永远 中文字幕——YK